大家好 我是嘉義紀錄教醫院陳俊恆醫師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O型腿 X型腿 以及孩子需不需要處理 這個東西我們在整間非常常被聞到 因為很多的孩子 常常看到小腳好像開開的 會有O型腿 有的是膝蓋打架變成X型腿 那家長會很容易擔心、焦慮 覺得這樣到底會不會將來長大走路會有問題 到底跟他穿尿布有沒有關係 各種各樣的坊間的傳說很多 那其實按照正確的理論來說 孩子當我們在發育裡 都有一個叫人體的鐘擺效應 因為當我們從媽媽母胎裡面出來 其實是一個腳被彎彎的狀況 他一出來幾乎都是O型腿 可是當我們開始學走路 慢慢我們身體又會在矯正 甚至兩歲之後腳往過正變成X型 一般來說五六歲之後 大部分都會變成直的 所以只要在這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其實我們都不用擔心 我們持續觀察就好 所以當你有懷疑或擔心 其實你還是可以帶來醫院找我們看 那我們會按照專業來判斷 有需要我們就會處理 我想我一定要夭jer 如果帮定我們可以做的 我可以從下